大家好我是古奶奶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如何用电锅做出好吃的蜂蜜蛋糕 不但不会凹陷 而且不会回缩 还有材料也不会沉底哦 好了我们马上来进行操作 首先把蜂蜜先隔水加热 再来是在蜂蜜里面加入两大匙的米酒 然后再把蜂蜜和米酒搅拌均匀 就这样加热到蜂蜜溶解之后 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放到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烧一些热水 温度大概是70到80度就可以了 然后在打蛋盆里打入4个室温的鸡蛋 再把打蛋盆放到热水上面 用热水的蒸汽加热 然后在蛋里放入糖 还有去腥的柠檬汁 再用高速把蛋液打发 打到蛋液上面出现明显的纹路 然后所化的字机也不易消失 那就表示已经打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分次倒入 刚刚加热过的蜂蜜水 充分搅拌均匀之后 再倒入没有味道的植物油 一样把它打匀 然后再放入过筛的高筋面粉 再用低速把它打匀 再把边缘的刮下来拌匀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先把电锅预热好 外锅加两杯水 在倒入面糊之前 我们的内锅必须先铺好烘焙纸 然后我所使用的内锅直径是17公分 然后再用耐高温的保鲜膜盖在上面 定锅的水也滚了 我们就直接把面糊放进来 不需要放蒸酱 就这样让它煮到开关自动跳起来就可以了 大概煮了20分钟之后 开关就已经跳起来了 我大概又等了三五分钟之后才打开把它拿出来 我们把它翻面之后 你会发现底部已经有了烤箱烤出来的焦黄效果 这个就是不放蒸价的原因 这样我们用电锅做出来的蜂蜜蛋糕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你看我们这样做出来的蛋糕不但不塌陷 而且也不会回缩哦 你看材料也没有沉底哦 我们做好的蜂蜜蛋糕 如果事先先冷藏隔夜再食用的话 它的口感会更加湿润 而且蜂蜜的香气也会更加浓郁哦 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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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